yuhu!大家好,我是天使幽靈雅琪です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Line Eats Chapter 2 為藍色的時夢者 我們上一次的進度來到了... 要開始賭博,為賭博的準備 對吧? 好,哈魯說 那個時候我們的記憶全被拿走了 我完全不知道A的位置呢 你有好好的記位置嗎? 欸嘿嘿 怎麼辦? 再這樣下去的話,贏不了了 我有個辦法,我有個想法 再調查一次那個玩撲克牌的地方吧 好,走 今天在講什麼? 奇怪,那裡我確認過了嗎? 嗯... 噢,音樂好大聲,等一下 嗯... 這次隊長們也會來吧? 因為身為... 因為身處地層... 隊員 沒什麼近距離看過他們 我有點緊張的 所以這些人都是龍嗎? 他們不講話了,默默默 嗯... 好吧,我們去辦正事 這是用透明玻璃做的呢 晶瑩剃透的,好漂亮喔 為了防止刷...刷老千的吧 嗯... 有個剛好能夠擠入一個人的空間啊 這個...用這個做什麼嗎? 啊... 因為不能... 也沒指名不能使鬼 即耍老千之類的規禁呢 為了一定能卻... 尾巴,我的眼睛在看什麼東西啊 為了...為了一定得... 取勝兩回合 先開始作戰會議吧 暫且先回房間一趟 蛤,我以為他可以自己瞬間 欸...不知道會不會跟他講話欸 不講話,隊長呢? 你整個印象又都改變了呀 也是啊 畢竟是有時也得引來怨恨的工作嘛 但是對龍來說 人的外觀之類的完全不重要吧 因為有獨特的氣味啊 就算閉上眼睛也認得出來喔 欸... 阿露,你身上呢 身上有種像是把甜甜菌加入蛋糕還有馬卡龍混合 又混入泡芙皮之類的味道喔 所以是很甜的意思嗎? 欸聽起來超好吃的耶 怎麼辦?好想...好想要...好想吃 真像是...會...會燒起來的味道啊 呵呵...可以繼續講話嗎? 沒了 欸好想吃喔...好想吃喔... 你披上這個毛毯 好 好可愛 這個狀態能看到我的臉嗎? 嗯,看得到喔 好可愛 呵呵... 清楚嗎?看得到左臉的疤嗎? 嗯,看得很清楚喔 嗯...看來龍的勢力也比人類好啊 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 啊...贏一次的方法 若我沒被拆穿的話就能夠贏兩次 嗯...不過這樣的話並不是絕對能贏喔 是啊...所以你有帶著那張重要的布克牌吧 是...那是A對吧? 嗯...是Luker先生給我的 他本來上面有寫我的名字 他說可以擦掉唷 很好,這樣絕對能贏 聽好了Effy 我來說明一下今晚要做的事 我只說三遍,所以好好記起來喔 好... 毛毯好熱喔 先脫掉吧 喔,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必須比他們先到 等得好累,好想睡喔 聽著,這個作戰是要靠你的 不是你的話,沒辦法做到 不然你... 不然你... 嗯,頑張吧 嗯,走吧 好... 伊莎 得得得得 嗯... 稍微等一下,奇怪 那個小孩子呢? 他去廁所了 先開始也沒問題的吧 嗯...是吧 那個...不好意思 冷氣有點開太強了,好冷 請問有毛毯嗎 哎呀,沒事吧 請稍等一下 好可愛喔這一坨 用這個可以嗎 給你添麻煩了,不好意思 這樣就行了 嗯... 那麼...我們開始吧 剛才是從我開始 這次就從你先開始好嗎 好的 7...3...沒中 2...K...沒中 Q...A 好啦,來第一張A了 嗯...輸了呢 欸... 來了呢 你的手...停了唷 呃...我馬上翻牌 這裡 方塊A和梅花A,我贏了 恭喜你了 但是...可不能耍老千喔 那個魔毯下藏著些什麼呢 怎麼回事 你剛才碰A的時候 微微地搖晃了一下 那並不是發冷的顫抖喔 你藏在披風後面的東西 蓋上了毛毯 讓它移動到了前面對吧 微微地晃動是暗號 拍拍你的腳 告訴你A的位置,對吧 嗯...欸... 巴勒加達 Olivia,你好厲害 我很努力學這些暗號呢 嗯...我很擅長看穿像那樣的耍老千喔 不過我剛剛讓你贏了唷 來吧,因為你贏了 又是換你開始囉 好的 A5 好快喔,這麼快就來一張A了 我想要把牌換吼 別太粗了的把牌弄飛了唷 嗯...嗯...是 嗯... 哎呀,兩張A,我贏了呢 喔,真的...欸,捨你耶 怎麼樣,還要繼續嗎? 已經沒辦法耍剛才那樣利用小孩的老千了唷 嗯... 嗯...哇,A5講好小子喔,好可愛喔 繼續吧,因為還沒分出勝負 那麼,我先開始囉 沒張 哈姿勒 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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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關於我跟Lucas的事啊 是的 嗯沒錯呦 我們最近在吵架 因為Lucas那個人明明有了我 卻還打算跟其他女人說話或是接觸之類的呦 這樣的話就變得再也不是屬於我的了 難道不覺得很糟糕嗎 你們用講的都講不聽 所以為了讓他 讓他用身體明白我才這麼做的 雖然Lucas也跟其他女人有很多糾紛就是了 最近他跟我吵架的是如果被主人發現的話 他馬上就知道是我不是嗎 所以我請William幫我消除乾淨了 這也是我的愛情表現之一 有什麼問題嗎 Effy這就是會束縛人的女人啊 你可不能成為這樣的女人哦 嗯首先我就不懂束縛人的方法了 不去束縛的方法也不懂啦 嗯哼還有什麼想問的嗎 感覺你要自首了呢 嗯為什麼 我有做錯什麼事嗎 不過如果把剛剛的事告訴 緊急對他們聽的話最後你 啊嗯沒錯 但是最後的勝負在你重新開始 在你的回合開始重新洗牌時 你把藏在手心裡的愛情A 若無其事地混在了其中了吧 我的眼力真好呢 而且每張牌的位置我一開始全部都知道 我讓William是要去的是另一個地方的A 所以你保留了你藏A的記憶 這樣可不行哦 不管是炸肚還是外遇都必須好好的做 別被看穿啊 而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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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沒保證讓你平安回去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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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ffy呢 完全被打趴了 頭上那是魚骨頭嗎 好可愛啊 龍從那個高度掉下來也應該沒事吧 要離開這裡嗎 好臭 可惡 快點 快點離開這裡 有什麼東西 得到了櫻桃糖果 垃圾 有什麼東西 得到櫻桃糖果 垃圾 垃圾 只有大團的才會被說是垃圾耶 測試了 屈子 有什麼東西 櫻桃糖果 沒醒來的樣子 打不開呢 啊 謊言 謊言泛濫了 真奇怪 她不可能被 謊言支配的啊 是誰 原來如此 搞砸了 原來如此啊 那麼 沒多少時間了 把Aiffy敲醒吧 她不能打對不對 我不會吃謊言啊 先叫Aiffy起來吧 我自己一巴掌 好痛 好痛 起床了小不點 飯來了 我剛剛不是吃過了嗎 那是昨天的事 你看 你肚子餓了吧 嗯 嗯 你那麼說的話 或許是呢 很好 那麼開水工作吧 怎麼了 一直盯著我看 哈魯 你臭臭的 可惡 吵死了 這樣好一點了吧 不 跟平常一樣臭 等一下她不是說她聞起來甜甜的嗎 如果我說我不臭呢 嗯 不臭了 很好 快點收拾乾淨吧 三重火焰 哎呦 等一下 大大的謊言 結束了 但是謊言不斷的冒出來 必須趕緊將本體吃掉 是誰 又被謊 又是誰被謊言附身了嗎 啊 是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說謊呢 明明很累 人類就是那樣的 你不用太在意 但是 會死掉呢 如果被支配 不論如何 如果都沒有消失的話 會死掉呢 我啊 曾經講過 由於哈魯是個騙子 或許有一天會因為謊言太大了 死掉 因為 無分不清哪個是謊言 無法為你支掉 你最近連那種事都會開始去想了嗎 也挺好 我根本就沒有說什麼謊 就算我說出了謊言 但是我是詐欺師 並不是被謊言支配了 你根本沒有必要擔心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會守護 就算是你 我也會好好的去守護 所以 每句想多一點的事了 好嗎 又冒出來了 不宜在此處 子足不前哪 收拾他們 打不完啊 哈魯 幹嘛 那個 我在七個小鎮前的吸血鬼小鎮的時候想過啊 就是那些 他們不是哈魯的謊言嗎 為什麼這麼說呢 之前已經混亂成一團了 所以我分不清 但是現在的沒有很混亂 嚐起來的味道跟冒出來的時候相比有點不一樣 是嗎 你已經連那樣的也能分辨了嗎 然後呢 跟哈魯小時候 那個不見的朋友有什麼關係嗎 哪裡聽來的 隊長先生 幹了多一的事啊 以前的確發生了很多事 不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事情都結束了 然後呢 很遺憾我沒能保護他們 搞什麼 這不像是哈魯 或許是因為我忙著 讓別人又傷心又生氣的原因吧 沒事的 所以 沒事的 我會保護你的 所以 沒事的 不管是怎樣的謊言 我都會打倒喔 不是打倒 而是吃掉吧 而且那句台詞 等你能完全保護自己之後再說吧 保護不了自己的傢伙 是沒辦法保護其他人的 互相保護不可以嗎 哈魯保護我 我也保護哈魯 那樣不可以嗎 你 明白了 你說了算 嗯 你真是個奇怪的傢伙呢 喂 別太黏著我 你現在還很臭喔 哈魯也很臭 所以沒關係 哼 得漂亮 我好像魔王登場喔 哈哈 喂 這麼誇張的整個破壞掉是可以的嗎 這是緊急狀況 而且已經得到主人 讀到隊長還有設施主人的同意了 發生什麼事了 說話的人在暴走嗎 呃 不是的 或許是吧 嗯 那個龍的孩子 完全暴走了 是Will 抱歉啊 阻止龍的方法什麼的 我可不知道喔 如果只是暴走的話 我們還能阻止 但這次連謊言都纏在他身上了 就算我們不攻擊 也傷不了謊言 不如說是攻擊起不了作用 原來那東西還能這樣子啊 因為他們沒攻擊過 除了我們以外的人們 沒注意到啊 那有心的情報可以賣了呢 笨蛋 如果連為什麼無法攻擊都搞不清楚的話 賣不了啦 現在可不是可悠閒聊天的狀況喔 啊 那孩子現在正在到處亂弄嗎 幸好還不是那種失去自我的暴走程度 知道了 還有一個大片子在 不把那個傢伙先解決的話 那個龍小孩還會繼續說謊 變得無法收拾 所以我希望你能讓我們先解決那邊的情況 啊 我會像隊長那樣轉告的 會在你 會在我們的房間看著他 當你那邊解決後 就盡快過來吧 你真醜啊 吵死了 我先過去啦 這傢伙怎麼搞的 他大可無視障礙物前進的吧 明明像之前那樣帶我們走就好了說 不就是因為他討厭哈魯嗎 你說的那麼直接就算是我也會受傷的呀 走吧 大概是因為謊言在那附近慢出來了吧 聚集成球的可是很麻煩的唷 盡量避開他前進吧 好 一 咕咕 走 走囉走囉 我們來打一隻大隻看看吧 我們現在那麼強是不是 我們來一個 技能 手榴彈是一個人的 手榴彈是一個人的 好吧那就 我們來試看看這個 全體 怎麼樣呢 好強喔 哈哈哈哈 我們來吃個糖果 我們可以吃櫻桃糖果喔 嘿 好 有抽菸 這是誰 媽 吃掉就知道了 上吧還有一個人要收拾 趕快把他們收拾乾淨 這是誰啊 有領帶 那是領帶嗎 還是那是舌頭啊 有抽菸 抽菸 誰有抽菸 只有Lucas吧 這是Lucas Lucas Lucas說謊 好帥喔 啊 欸 欸 FINA變那麼弱了嗎 怎麼會 防禦狀態難怪 防禦狀態難怪 呃 那個我要一點一點慢慢講的吃 那種事等我們缺錢缺食物的時候再說 好吧 Lucas欸 你沒事吧 如你所見 你說謊了呀 被誰勒住脖子並綁在十字架其實你全部都記得的吧 為什麼會這麼想呢 Olivia說過 以前曾經為了處罰你花心了把你勒住綁起來 也就是說如果把處罰的記憶都消去的話就失去意義了 你又會 會一再重複 失去記憶的事只是你過度的強調 因為你是被害者 所以沒有說謊的理由 我才沒帶著Effy過來問你啊 嗯 又誇你 不愧是職業的 這樣嗎 對 我記得 因為是我剝下的禍種 不由我解決不行啊 雖然Sophie獎已經取消了對緊急的委託 但這次卻叫來了呀 也是有關William的事 在這種不知所措的混亂情況下 變成了這種局面 聽好了Lucas 一謊言製造出來的溫柔 那種東西根本無法保護自己或是任何事物 雖然要矯正那些像是被扭曲的大便般的壞習慣 前面 哦 Effy呢就是跟她學的啦 女生怎麼可以隨便講大便呢 大概 需要耗費一些時間 如果只是有撒謊這件事那就別做了 如果是男人的話 先保護好一位女生這對 等一下不是這樣的吧 真不想被騙子說什麼比再說謊之類的話 馬謝啦總覺得舒暢起來了 明天我會再和Sophie講他們好好說清楚的 也得把William 把 也得為把William給牽扯進來這件事道歉不請 啊對了那隻幼龍也不太妙 真的假的 我也 喂你別亂動 之後的事我們這邊會想辦法的 所以你就先回自己的房間 今天先休息吧 可惡 拜託了 好 來吧這是最後的所以加油 加油 打王了 王在這裡 那邊結束了嗎 嗯結束了 是嗎那麼很抱歉還要繼續拜託你 這裡交給你了 如果致命的攻擊 能夠避開她的腳和翅膀就太感謝了 所以那邊是能量聚集的地方嗎 她很年幼 傷得過重的話有可能會死掉 啊明白了 趨除謊言 驅除 驅除 驅除謊言之後我們會制止她 交給你了 我們先吃個補品吧 喔對她錄的是有點糟糕 好吃飽一點 SP都沒問題 好來吧 翅膀好可愛 小天使翅膀欸 好可愛喔 她完全被支配了 動作快一點 是啊 讓一切終結吧 小天使翅膀 那叫石夢龍欸 為什麼是貓叫 我們來試看看 還有什麼技能沒用過嗎 嗯 嗯 好了完全去離了 來吧 啊多謝 因為沒有嚴重的暴走 所以馬上就結束了 嗯好可愛喔 感覺怎麼樣呢 啊 William 主人 我對不起 對不起我對不起你 欸 William逃走了 怎麼辦 總而言之先去找她吧 好 欸就在外面而已 William 主人 對不起 不 是我的錯 因為我以前做的那種工作 經常會噩夢纏身 本以為捨棄了工作外的多餘感情 但我果然還是人類啊 但是有一天 William你的蛋突然出現了 你說你可以把夢吃掉 我一定在那時候說了 希望說過希望你消除 導致噩夢的所有因素對吧 嗯 是的 主人看起來十分痛苦 所以我全部吃掉了 然後你看起來好像睡得很安慰 我以為我是在做好事 所以我把這裡的客人的噩夢也偷偷地吃掉了 吃掉美夢的話 那個人就會變得不幸 我以前在繪本裡讀過 不久之後我想我已經吃掉全部的噩夢了 因此 對不起 我全部推到你身上了 噩夢是無法消除的 若不背負噩夢的話 就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堅強 我從今以後不會再逃避了 我會守護一切 所以你不需要再勉強自己了 主人 真的 我對不起你 噢 所以 Sophia小姐許願後餵六蛋就出現了嗎 嗯 是啊 在我不知所措自暴自棄的時候喲 當時我有著很強烈的念頭 我覺得龍師向天給你的禮物 是為了能夠實現其願望與情感的喲 這樣啊 事情都解決了太好了 哇 嗯 時間已經很晚了呢 今天先休息吧 謝謝你們了 不 我才要謝謝你 龍是從人的願望和情感中誕生的 晚安 給你們添麻煩了 晚安問Sophia小姐 好困 好困 昨天好吵喔 那我離開這個小鎮了嗎 因為關於城市目標那隻龍的事 已經沒有什麼值得調查了呀 而且只要牽扯上人類之間 尤其是男女之間的吵架 就不是麻煩可以形容的了 有什麼收穫嗎 啊 已經夠了 那麼 離開前跟涉事的主人說一聲吧 謝謝 他們還在嗎 還在耶 昨天幫大忙了多謝了 什麼嘛 對人類也有禮貌吧 喔 可愛 我稱讚你的結果 你卻瞪我嗎 哈嚕 再說下去 他大概會把你四分五裂喔 你那句詞語是從哪裡學的 昨天幫大忙了多謝 不過你休息不是不夠嗎 也太勉強喔 啊 昨天晚上梅男出去呢 這次的事件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沒能拿出像樣的謝禮為你送行真是令人感到非常慚愧 不會的我們才是受到了你的照顧了 雖然你看景奇隊那邊提過 William還是像現在這樣 留在這裡就好了 不過就如同之前所說 因為我對龍相關的知識了解的不深 你們之後若還能來到這裡的話 希望能夠多多給予指教就好了 哈嚕他啊 給別人情報會收錢的 所以還是放棄比較好喔 這樣的話我就準備一頓好吃的給你 太棒了 我還要再來 我會為了讓自己能夠守護重要的事情努力的 耗費了這麼多時間才終於了解到了 會不會是因為越重要的事物越難以讓 越難以肉眼發現越難以察覺到呢 讓你覺得重要的事物是什麼呢 主人以及其他人還有這樣的生活 看吧幾乎都是肉眼就能夠看見的東西啊 因為每個人重要的東西都有所不同 看得見或看不見的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是我覺得肉眼可見的東西 即使近在眼前也難以察覺到它的珍貴 是這樣啊 那麼我要更加注意身邊的事物了 我造成了很多麻煩呢 是啊 那麼儘快把那個壞習慣改掉嗎 好啦好啦 這說不定已經是不治之症了呢 那樣的話 比起偷偷摸摸的做 不如堂堂真正的做比較好 因為比起看不見的東西 看得見的東西 出乎意料的難以注意到 我才不要 那樣的話會讓我緊 向上人頭不保 從今以後 要是最難人動了歪腦筋 會有不減點的行為 我也會馬上處罰它的 太好了 說不定治好那個壞習慣 會意想不到的快喔 是啊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那麼我們就在此失陪了 還會過來玩嗎 嗯 不是掰掰 而是再見喔 嗯 再會了 嗯哼 今後你們下次再度幫你 走 結束了 好可愛喔 Olivia跟Lucas 好可愛喔 而且為什麼它凸出來 煙有點羞羞補補的啊 等一下Tom整隻黑的是怎麼回事 好可愛喔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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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那是目前為止聽起來最有可能的理由 也說不定 那 Lio的願望是什麼呢 我哪知道 嗯 剛剛的表情明明都是一副知道的樣子 喂 沿途剛好去掃墓一下可以吧 嗯 我知道了 不要走太快喔 喔 喔 好帥喔 喔這是下一集 下一集好帥喔 太帥了 我們看一下資料 哈囉 啊 嗯 名字和外表是從一旁的 睡午覺的青年借來的 Affina 年齡 六個月 一開始我們玩是不是兩個月而已啊 然後最近好像會寫自己的名字了 Tom Lott 年齡28歲 身高178公分 特技是舉重 喜歡肉 討厭鬥腦筋的事 雙胞胎狼人中的哥哥 擔任娛樂設施出入口的警衛 滿月的時候會變成人型 你看 這邊 一樣 只是頭換掉而已 Marsh Lott 也是28歲 然後身高一樣 特技是心酸 喜歡計算還有釣魚 討厭吵鬧的事 是雙胞胎狼人中的弟弟 擔任警衛 滿月的時候會變人型 總是人靜沉著 Olivia Camelon 年齡26歲 身高162公分 好這個我不想念了 好多東西喔 不喜歡青蛙嗎 居然 是蛇女 只要喜歡上某人就會病害的愛上 這個是Lukas Berriol 然後討厭被束縛 欸 是姐弟戀欸 然後 Sophia Fuaner 然後 討厭酒 然後 William 吃記憶 四個月 比 比Affina小兩個月呢 然後雖然是龍 雖然 雖然是龍 卻長得像羊一樣的腳 還有 一對天使般的羽翼 那這邊應該都跟之前一樣 最近頭髮變長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動畫 我們來回顧一下吧 超可愛的 哇 那個低血的音效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圖啊 畫集 這是我們剛剛的結局圖 然後 一開始 換上新衣服 然後 看到主人 跟 羊羊 然後 Effina寫上自己的名字 欸 真的欸 兩隻拇指不一樣欸 不一樣顏色 哇 閃亮亮 我有跳過一張嗎 沒有 小時候的哈魯 然後 像哥哥施展 腳 蛇女 欸我現在才發現 她的頭髮是長頭髮欸 然後 你看 這邊是 夾在胸部裡面的欸 好厲害喔 胸部要多大 來看看夾住啊 哈哈 喔 這是 兩面的圖呢 就是 兩方 桌子兩方的那個 嗯 Band 然後 下一集的 那個 預告圖 好啦 那麼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等一下這樣才好 好 那麼我們這一集到這邊結束 會有下一 就是 Chapter 3出來的 那麼我是甜食遊靈 Yakiです 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出留言告訴我 如何做得更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